第58届金钟奖热腾腾的得奖名单出炉啦 典礼开始公布的第一个奖项 就是由全民投票竞争激烈的最巨人气综艺节目奖 由饥饿游戏打败强敌玩很大成功夺奖开出红盘 而在竞争激烈的一至即时进节目主持人奖 曾国成打败众多强敌获奖 同时这也是他敲响的第六座金钟 一至即时进节目奖方面得奖的是来吧营业中 而成是主持人之一的颜亚伦 在感情纠纷后也罕见发文转发得奖的限动说谢谢 另外大嘻哈时代2也在本届金钟连拿两奖 分别是美术设计奖以及灯光奖 每年堪称死亡之足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恭喜吴宗憲 鲁鲁 陈汉点终于打破五连杠 成功以综艺大热门得奖 而压轴大奖综艺节目奖 则是由胡瓜主持的最强综艺秀敲钟 恭喜以上得奖这